Hello 新浪的网友 大家好 我是于蒙龙 我是华晨宇 我是于田 这个比赛也结束一年多了 然后这个片子是记录你们当时比赛的这个景点 当时你们看了片子之后 有没有勾起什么特别的回应呀 我也有一个画面不记得 但是自己看了之后 然后自己被自己给看傻了 是哪一个 就是城堡里面的 看了就知道 为什么会看傻呀 因为我当时也不记得那个瞬间 然后是一个 是一个 一个长镜头 对 然后 看了之后自己觉得 哇 自己把自己给看感动 看看 然后拍你而已 那你们会关注网上的那些评论吗 网上的评论可能去年的时候会看吧 现在不太会在意 我有时候会看一下 然后看了之后 然后有时候会回一下 那如果你看到一些比如说不太好的 你会生气吗 当然不会啊 这有什么呢 一个人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啊 对啊 那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粉丝给你的留言吗 给我推荐了好多吃饭的地方 还有那个就是给我弄了一个外卖的一个单子 就是北京所有的外卖的联系方式 然后还有 我有一次说我想吃吃干面 然后他们就哇 全都在告诉我哪里有吃吃干面的地方 你粉丝好贴心 他是不是怕你饿着啊 嗯 那你是经常会因为工作太忙就忘记吃饭吗 嗯 工作太忙 工作的时候有饭吃啊 嗯 所以你 所以你都会什么时候叫外卖呢 叫外卖啊 我 呃 自己在家的时候啊 对啊 我现在唱片制作期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待在家里面 然后我会在家里写歌 然后也不用出门 然后我就可以点个外卖吃 那你最近有什么特想吃的吗 你可以跟粉丝说 然后让他们给你留言 想吃的啊 呃 我最近想吃的还挺多的 说几啊 我想 我想吃一个酷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过期的牛奶 哎 那个我喝了 对 那我过过期的牛奶 对 因为我懒得跑嘛 好麻烦 我觉得 那你能告诉我们一下过期的牛奶是什么味子吗 还还好吧 就是 但是 跟牛奶 都味道 没太大区别啊 反正喝完之后 那天你也在我家里嘛 对 那你喝完之后 你的肠胃 它有什么反应吗 拉肚子 哦 这 OK好不好 所以 所以不要喝 嗯 因为那个花雨少年那个节目是你第一次出国游嘛 然后这一次 完了之后 你会不会喜欢上旅行啊 旅行 嗯 对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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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一个人去旅行啊 有这样的计划吗 现在还没有 因为还没有 当期还没看到有休息的时间 哦 不是 就是放放假的时间 那如果到一个人去的话 你想去哪里 一个人去 我想去一个乡下 啊 国外的乡下 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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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场 为什么 安静啊 空气又好 环境又好 然后风景又很美 然后又没人 但是你在那边可能叫不到外卖 没关系 那你饿怎么办 我住 可以住你酒店可以到时候会 他会有人可以做饭吃啊 哦 是吗 好吧 因为那个 你当年参加比赛的时候 曾经一度说要退赛嘛 嗯 然后 你现在回想起来了啊 是不是很庆幸当时没有退赛 没有 嗯 对 我我我没有退赛 我当然觉得还挺好的 嗯 如果退了赛我也觉得也没什么 嗯 可是你退了赛可能就没法参加花儿少年节目 就见不到许晴姐姐了 我不后悔我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嗯 是吗 OK 因为你的那个演唱会门票 好像是一秒一秒钟就全部都卖光啊 一秒 一分钟是吧 一秒也太快了 那我可能看到那个广告上写的是 嗯 那一分钟卖光有没有吓到你 嗯 对 挺厉害的 哦是吗 你有没有感谢一下粉丝 我 谢谢 但是我觉得这样 因为我不需要写 我我只用把演唱会做好就行了 嗯 因为他们知道 我知道他们会来看的 嗯 你能介绍一下现在为这个演唱会做哪些准备吗 做准备 嗯 新专辑的歌 会放到演唱会上面 对 然后 直唱吗 或者比如说有舞蹈吗 或者什么的 舞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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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让说 哈哈哈哈 那如果比如说上了一 比如说卖到一亿元这样的票房的话 你们比如有没有比如说送粉丝点什么福利啊 因为有好多演员就说过了多少一我就要裸泳啊 过了多少一我就要晒裸照啊这种 嗯 嗯 我五个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其他两个人呢 会给粉丝点什么福利吗 嗯 没有吗 当时那个 白举刚说他们会跳广场舞 广场舞可以 广场舞 还好 可以吗 那你们就一起跳广场舞就说定了 真的假的 真跳吗 他真的说的 对啊 他没跟我们商量 对 我觉得 骗我 哈哈哈哈 没关系他一个人在前面骗我们跟他互相 对 把观众帮他拍摄像不同角度 对